7月7号凌晨 从港媒传出消息 李文真正的死因 并不是他割腕自杀导致的 而是他在被送医途中 陷入昏迷 在救护车上发生了严重的呕吐 这导致他窒息 最终撒手人寰 这个细节也印证了李文姐姐李思琳 之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说法 彼时 李思琳否认了 妹妹是割腕 自杀导致最终病逝的说法 李文的姐姐表示 自从妹妹李文过世之后 全家人都陷入深切的悲痛之中 尤其是86岁的老母亲 她不吃不喝不睡觉 难以从女儿李文已故的惨痛消息中 回过神来 而有不良居心的人 还想蹭李文去世的热度 他们以募捐筹款的名义 行诈骗之事 在李思琳描述的细节里 李文在救护车上已经被宣布脑死亡了 但是当过中医的李文母亲 仍然认为女儿有生的希望 她要求中医 西医治疗方案并行 只要能留住女儿李文的生命 而李文的全家人之所以在医生已经宣布李文脑死亡的状态下 依然全力抢救 也是因为在他们看来 李文还在等一个人 也就是那个远在外地赶回来的李文的老公 布鲁斯 以往 大家在谈到布鲁斯的时候都说 她是超级富豪 身家几十亿 实际上 若论真正的身家 她布鲁斯不见得有李文富有 虽然曾经身为霸道总裁 但说到底 公司不是她自己的 李文的老公也就只是一个高级打工仔而已 曾经 布鲁斯是做网球教练的 还当过一段时间的网球职业选手 后来 一言计讳 她和香港立峰集团的老总交往过密 进而走上了商业变现之路 对于这个打算和李文离婚的美国妹夫 李文家人目前的状态 就是为了让李文安安静静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他们不会阻挠任何人前来探望 当然 这其中也包括布鲁斯 也在李文去世的第二天 布鲁斯正是以她和李文姐姐的名义 发布悼念李文的文字 她还亲切地称李文是她挚爱的妻子 李文的光芒 永垂不朽 然而 很快 李文的姐姐李斯林 就站出来否认了布鲁斯的这一说法 她告诉网友们 所谓的悼念文字和复告 都是李文的老公布鲁斯私自发布 并没有提前之会 他们一家人 所以 并不能代表他们的心声 7月7号 李文的家人会通过媒体 正是对外发布李文去世的复告 以往 在接受采访时 有知情人也表示 早在小半年前 他们就已经知道了 李文罹患乳腺癌的不幸消息 但好在发现得及时 李文不需要经过化疗 直接做手术 就控制住了病情 而李文的抑郁症 突然加重 也是这段时间的事 家人已经提前接收到了预警信号 所以 李文的妈妈和姐姐 几乎24小时会守在李文的身边 就担心她做出傻事了 这次一个莫看住 李文就割忘了 但有一个细节是 李文自己从浴室里跑出来呼救的 这说明 李文极有可能一时被心魔笼罩 在她及时清醒过来之后 又萌生了求生的意志 奈何伤害自己太深 回天乏术 而之所以发生呕吐 导致窒息最终撒手人寰 也是因为这种非正常死亡的状态 才让李文的家人 决定让她完成尸检 以便确认李文真正的死因 那么温暖的一个人 内心该有多荒芜 才会选择了极端的自处 有人说 李文一直无法面 对她她有可能要与老公布鲁斯离婚的事实 因为从小缺少父爱 李文把大她16岁的老公布鲁斯 看成是一夫一友的关系 有时两种角色交替 这些细节为两个人婚姻后来的不目 埋下了隐患 有的时候 抑郁争和阴霾离我们如此之近 把握好当下的每一天 不要再让内心的阴霾盖住求生的斗志 逝者已已从 生者坚强 7月5日 李文因抑郁争自杀三天后不治身亡 她的姐姐发布复告 并未谈及李文的丈夫以及两个妓女 7月6日上午 姐姐受访台媒透露李文自杀细节 指李文病重时很安静 话不多 但听到别人唱歌 又变回此前的那个妹妹 李文生前最挂心的人 是郑少秋的女儿郑心仪 两人同病相怜 饱受抑郁争困扰 李文很担心郑心仪 称郑心仪不快乐 想帮帮她 当时 姐姐鼓励李文自己好起来 才可以帮助别人 据悉 李文的病情在三四天内迅速恶化 眼中空洞 失去了原有色彩 有时候会发表厌世的言论 自我嫌弃都是我不好 姐姐过去一直陪伴李文入睡 事发当天 姐姐出差 没想到 她会突然咨询短见 姐姐称李文遗体将解剖查明死因 解剖官需要四到六周时间 葬礼会以佛教形式举行 预计是今年八月 港媒上个月底曾爆料 指郑心仪失踪两个月 下落不明 一度传出死讯 当时经纪人否认 称郑心仪是因为生病了 在家养病 后来港媒爆料称 郑心仪并非生病 而是与公司谈不拢 她要求公司出资一千万让她创立新的部门 但遭到公司拒绝 郑心一干脆摆烂玩失踪 有关李文自杀的原因 港媒将矛头指向李文的丈夫乐玉民 Bruce 年长16岁的Bruce曾三度被爆出轨 二人今年开始分居 李文饱受感情问题困扰 抑郁症加重 曾在6月30日入院 当时母亲和姐姐就非常不放心 在家24小时看护 7月2日午饭后 一切正常的李文进入浴室 两个小时后冲出来 左手流满鲜血 送医后曾抢救回来 但很快进入脑死亡 李文自杀之前 Bruce就提前审隐 一周内都没有到公司上班 外界也没办法联系上她 当天已得知李文自杀 有传两人并未签字离婚 Bruce省下了赡养费 两个妓女从小跟李文生活 无论是Bruce出轨 还是李文病重 两个妓女都不管不顾 根本不理李文的死亡 他们可能担心网报 已注销社交账号 李文是一父子 出生之前就没了父亲 正因如此 才会爱上比自己大16岁乐玉民 似乎想从丈夫身上得到一些父爱 可惜是与愿违 屡次遭到背叛 李文多次挽救婚姻 结婚12年 曾人工受孕9次 但全部都失败了 当时为了生小孩 李文经常要自己打排卵针 一次要打三只 相当不易 生前曾表示想生二个孩子 但上天让她体会到成为母亲的痛苦 却没有让她如愿以偿 留下遗憾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